哪儿来的小毛孩 手里拿马破剑 闯光明顶有事啊 住手 少侠擅长我叫光明顶圣地 所为何事啊 在下灵蛇到韩千叶 特来向杨教主挑战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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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作此前 虚又乃后 他悟出来了 什么 说不好 但肯定跟那几句口诀有关 还有刚才被打的那下 好像让他领悟了什么 难道 秘密在圣火令上 果然 要参悟怕杀武功的古怪 非得探究怕杀武功的根源不可 那圣火令必是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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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招 可把圣火令的字一给我听 快 小招 五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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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小招 这 这上面写的是 随心而动 为继清明 继清明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 这上面写的不是武功啊 它是说 圣火令传入中途 在荆山谷传回帕杀 近千百年间 跟乾坤大挪仪结合 乾坤大挪仪 只能看出大概意思 没关系 你看到什么念什么 继续 随心而动 危机器命 预复 预复 张教主 你终于贪污了 你竟然学会了 圣火令的武功 这门武功写得很 那个平等王居然自杀了 是啊 现在活命符没了 就算你已经误出了 克制怕杀武功的法门 在这坑里 我们也是毫无生路 如果他们现在 继续到石油 我们全部都得死 赵姑娘 你不要说 这要丧气的话 赵姑娘 你没事吧 只要和你在一起 就是死 我也不怕 不怕 我会保护你的 吴姬 你身为明教教主 中原的百姓 都盼着明教 能够举起一旗 光复汉室天下 俗中俗情 你身为教主 心里要清楚 义父 老爷子 你以为在这个形势之下 我们还有人能活命吗 别人我管不着 可任何人 都不能伤及吴姬的性命 你是在指我吗 如果可以的话 我愿意为张教主 万死不悔 只要他活 如果此一战我们赢了 那么吴姬 便与朝廷为敌 那你又当如何 走 我愿意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现在 也只能一起死了 二将毕死了平能王 进去救养你们统统 为平能王偿命 是好汉的 是好汉的 就来再打一场 决一胜负 打丈夫 斗智不斗力 你的武功再好有如何 上天有门 你不去 那就下第一吧 天哪大三 你不去 武功 过来 到我上后去 娘 把他走 慢点 啊 啊 我看了嗎 啊 发生了什么事情 别跑 妖女 别动 站住 无忌 无忌 师叔伯们 无忌 你怎么和这个妖女在一起 大师伯 我刚在山洞里 发现了齐叔的尸体 齐 你这是找死 淇淋 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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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是赵敏那个妖女 爹 刘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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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一点 事情不是这样的 妖女 刘叔 吴姬 你给我让开 刘叔 你听我说 七叔绝非照顾那儿所杀 吴姬 你不要被这个妖女所迷糊 她可是害死你七叔的凶手 你们不要学口配人 大师伯 事情不是这样的 那你说 我七弟是怎么死的 我不知道 我们也是刚刚才发现 可我可说是我们 难道你也是帮凶吗 吴姬的为人 难道你们信不过吗 我们当然信得过你 但是我们信不过这个妖女 我们只是在洞里避寒 实在是 切实避寒 再发现尸体 怎么就会那么久 你现在说的话 谁还能相信 亏你七叔那么疼了 事到如今 你还暴命这个妖女 我没有说谎 凶手真的利用齐人 妖女 吴姬 你给我让开 我们要替你七叔报仇 大师傅 吴姬愿以性命担保 七叔的死 真的与周姑娘无关 大师兄 虽然这个妖女 武功不弱 但是凭她一个人的力量 绝其是伤害不了七弟的 恐怕凶手 不止一个人 吴姬 如果你是清白的 马上杀了这个妖女 刘叔 刘叔 你就让我来杀了这个妖女 让开 刘叔 不要啊 大师傅 不要啊 张无忌 我们如此待你 你却和这个妖女 通流毫无 大师傅 不是她 七叔不是我害的 你快杀了我们四个吧 大哥 二哥 六弟 今天你们看清楚了 害咱们的 不是旁人 正是咱们曾经爱惜的无忌 你们要怎么样才信我 不是我 你们要不要 我 你们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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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人冤枉的滋味不好受吧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难道只允许你冤枉别人 不允许别人冤枉你吗 墨七霞是你杀的吗 你思维师叔伯怀疑是你 殷姑娘是我杀的吗 你认定是我 四位是武林高人 怎么却如此不明势力 如果墨七霞真的是被张教主所害 那他现在 大可以杀了你们四位灭口 他忍心杀了墨七霞 难道 并不忍心杀了你们四位吗 如果你们再不好生反省 不说我们是杀人凶手 我赵敏 每个人给你们一个耳光 不许多有师叔伯无礼 武姬啊 武姬 直到现在你还和这个妖女 亲亲我我一唱一和 你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吗 对得起武当 对得起你太师父吗 这武姬 你现在要是还有半点良心 就杀了我们四个 始祖伯们 无计可以再次启示 七叔 绝非我和赵姑娘所杀 你们拒绝相信 我也一时难争情吧 但希望你们不要生气 天下没有不能水落 十出的事情 我一定会找出凶手 为七叔深渊血恨 撤 你干吗 你干吗 是宋情初和陈有燕 快 拦住宋情初 明轮妙中的话 难道你忘了吗 宋兄弟 你怎么总是喜欢不告而别呢 你是不是想找你爹通风报信呢 你让我去毒害我爹 一句话 我宋情初做不出这种 禽兽不如的勾当 你敢违抗我帮主的命令 你可知道背叛丐帮会有什么后果 我早就不想活了 我现在只要一闭上眼睛 就能看到我七叔的冤魂来向我索命 那天我要是真的死在我七叔手下 天就一了百了 谁让你来帮他我 我今天 就是要给我七叔的尸体 靠动上罪 陈有良 要杀要狂 喜庭尊便 那我问你 宋情初 当初你七叔胸口那脚是你踢的 还是我陈有量踢的 那是你武当的功夫吧 我可不会 照你这样说 当初我救你性命 又保你名声 倒是我陈有量错了 那你以后就唯我所用 宋兄弟 你可记得你答应过我什么吗 只要你师叔之事 我守口独平 那你以后就为我所用 君子一言 快马一鞭 你怎么能不少诺言呢 你让我做什么事情都行 你让我去毒害我爹 毒害我太师父 这件事我绝不答应 还实时勿承为俊杰 我们又不是让你师父灭族 只不过是让你下行蒙汉 要让他们好好睡上一觉 这有什么不行的呢 你别再白费口舌了 你骗不了我 我宋情初 还没有糊涂到那个地步 你 你 说 怎么不继续说你那些大道理了 行了宋兄弟 如果你实在不愿意信守诺言 那也就罢了 山长水远 咱们后会有机 陈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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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一时糊涂 惹你生气了 兄弟向你道歉 你别生气 兄弟跟你磕头 兄弟跟你磕头 去拿兄弟 兄弟 逃 这才是咱们的好兄弟 咱们只不过是要 钳制住张震仁和武当诸侠 让张无忌那小子乖乖听话 你说是害死了他们 那张无忌就只能 找咱们丐帮报仇 对咱们有什么好处呢 大哥跟你拍胸脯保证 这武当诸侠定然毫发无损 陈大哥 您可一定要记住 你今天的这个承诺呀 那当然了 等咱们丐帮钳制住了明教 推翻了朝廷 得了天下 咱们帮主做了龙位 那你我二人可都是开国功臣 到时候风气印子 自不必再说 就连令尊大人 都要占你的功 我终究是出卖了武当 就算我爹不杀我 我也没令再回去见他了 除非令尊大人 是天上的神仙 能知晓过去未来 否则他怎能知道 其中的过节 等武当事一了 大哥就给你做主 给你办喜事 了了你心中的一个心愿 让你取了终止肉 趁心如意 让你一辈子 感激我这个大哥 我要去给我七叔的遗体 口头认罪 把他安葬好 再上路 宋兄弟 你说你骑马至此 突然离奇坠马 这是为什么 莫不是你师叔死不明 目无阴魂险生 来找你复仇了 这个时候我看你还是 别惹他生气了 回头我找几个弟子 帮你把他安葬了 帮你把他补了 还望你们见谅 无尽 先前是我们错怪了你 是我们不对 六师叔 有眼无助 你能原谅六师叔吗 六师叔你千万别这么说 真想不到会是青叔 怎么会是他呀 若被亲耳听到 谁能够相信 秦叔这个畜生 他勾结该帮 我要亲手杀了他 替我持地报仇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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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傅 大哥 大哥 宋师哥只是一时糊涂 受奸人百步 你念及骨肉之气 千万不要冲动 这个畜生大逆不道 死不足己 我岂能饶他 大哥 青叔作恶 我当自是容他不得 可当务之急 心里门户是小 抗援是大 就算是你惩罚他 也不忙在这一时啊 吴吉 大师傅 大师傅 对不起你 我更对不起我思绪的心底 刚刚你也看到了 我叫出了这么一个灭绝人性的畜生 大师傅还有何烟灭再回武当山 借你大师傅啊 大师傅啊 别拦着我 放手 别拦着我 大师傅 大哥 把钱给我 把钱给我 大哥 大哥 你也别太自责了 青叔都这么大了 他自己 有自己的分辨能力 如今 侮辱七度 也不全是大哥的责任 再说 盖帮是想假借青叔的手 来谋害师傅 如今眼前的第一大事情 是师傅 是天下武林的安危 对 大哥 师傅 现在盖帮 要假借青叔对付恩师 这帮人艰险狡诈 诡计多端 说不好 他们会提前下手 宋大侠 你就别只顾着寻死了 盖帮密谋对付张真人 你们四位 还是赶紧回武当 张真人若真有 险事 你们四位 恐怕万死莫属吧 武器 你太师傅 时常惦挂着你 所以我要尽快回城中 查个究竟 完事之后 我一定上武当山 向太师傅请安 武器 周姑娘也在城中吗 昨天我回到客栈之后 还以为她只是外出了 现在想来 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那你得赶紧回城里 查个究竟 希望周姑娘 吉人天下 别让那些奸人得逞 武器 这个赵姑娘 手段可是比柴狼 还要很多的 你宋师傅可是有前车之箭的 不得不放 武器 我们先走了 保重 保重 我们在武当等你 没事 活剑 我朋友人呢 他天没亮就走了 好 等等 那位大爷给您留了一封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谢谢 赵姑娘 我非牧师 你多次舍身相救 你这一番情意 我岂能不敢及呢 但有几句肺腑之言 你必须听我说 你我到底蒙汉有别 如果你要我贪图富贵 归胜于朝廷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张无忌即便裂土封王 也绝对不会像暴政屈膝 你还是别再跟着我了 赶紧回到大都好好休养 才是正事 你心中想的 是什么军国大势华裔之分 什么权势威名兴亡盛帅 张无忌 在我的心里 只有你一个人 我和纸若已经定了婚约了 男子汉大丈夫 岂能失心呢 我不管你跟谁定了婚约 我只知道 我这辈子 只想跟着你 守着你 我和你根本不可能的 总有一天 我和你哥 我和你学生什么事 我和你又和你都说 什么事 你和你生于余在 你身边是愿者 我和你却走 我和你老师 我许臺 你언尊心 我和你恻是一人 我和你他是個 我和你老师 居然的 是 拋棄一切 为什么 观自在菩萨 行身般若波罗蜜多世 召见五蕴皆苦 度一切苦恶 舍利此色不 郡主娘娘 你已不停念一个上午了 不如喝口茶 少歇一下 不必 我娘生前曾经说过 修炼心经 可以消除业障 开启智慧 郡主 两位施主请为有何贵感 难怪我们兄弟找了这么久啊 原来郡主躲在这儿静心修佛呀 郡主请跟我们回去 好让我们向王爷有个交代 请两位大师回去转告我爹 我已退出江湖不问世事 如果他老人家仍然觉得我十恶不赦 大可亲自来收回御赐铁券 再把我赐死 我敏敏特沫尔 绝不反抗 来来来 把这里手 小的 小的 快点再来 大利手 把这里手 教主 周大哥 我早前在弥勒庙大殿见过周大哥 当时情况紧急未能及时相救 还请赶快派人打探盖帮下落 一定要把他救回来 不必了 我还请赶快派人打探盖 我还请赶快派人打探盖 我还想去赶快派人打探盖 你还请赶快派人打探盖 和你赶快派人打探盖 未能及时相巧 抱歉 教主言重了 教主出世英名 必分得轻重唤疾 当成因为救我 耽误了踏实 那我怎么担待得起啊 听你这意思 是在怪教主 不顾你的死活的 周大哥 再下棋杆哪 你们五三人能够救我 我已经感恩戴德了 事不宜迟 我要亲自给周大哥疗伤 快预备麻烫 好 不必了 我不需要麻烫 那怎么行呢 你双腿被铁钉打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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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 你双腿被铁钉 我一定要判断 你双腿被铁钉打满 你来双腿被铁钉 你双腿被铁钉 币钉了 你双腿被铁刀 你双腿被铁钉 是我没有人 双腿被铁绿 没有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兄弟 请务必小心护送 是 是 教主 大夫来了 用不着了 教主已经用他的内力 把朱老四的腿治好了 本来还想多留他几日 他着急去战场 留都留不住啊 教主啊 这次咱们五散人 以调虎离山之计 从丐帮手中救出了朱老四 相约在此会合 咱们真是心有灵犀呀 属下在此多谢五散人 跟教主的救命之恩 朱大哥 我们都是自己人 不必多礼了 教主 临走前我还有一事要说 也不知等奖不等奖 朱大哥 您带收物房 是关于赵姑娘的 赵姑娘虽说是名艳非凡 羞涩可惨 但雌女有毒 还望教主以拯救苍生为重 远离妖孽 多有冒犯 朱大哥 您放心吧 我已经和赵姑娘撇清了关系 如果证据证明 她是临舍岛凶手的话 我一定会追究到底的 那好 那请教主谨记今日承诺 别让教内兄弟失望 还有一事 我为求禁时 听到该帮人讲 额微派的朱姑娘 也在他们手上 纸若也在他们手上 是 朱老弟 你不是烧鸡区战场吗 你在这磨磨唧唧 磨磨唧唧 你是舍不得我呀 还是舍不得那匹马呀 是 属下先行告退 保重教主 你这个惊人 那匹马跟他一起走 去 改了 改了 买定理所 出发 周大哥 我已吩咐吴散人 去开帮总寗 你回来有事吗 有事 教主 有些话周殿不妥不快 你也别怪我 以小人之情杜君子之父 你说那个朱老师 他吃个什么东西 有些话 为什么不能在这儿说 非得在外边说 分明是给你难看嘛 你看他那副 他大义领然 语中心肠那死样 我看着就恶心 我这 叔大哥 他也是一片好心而已 他好心 可得了吧 他就是不瞒你 当初救那个小妖精 没救他 他就怀恨在心 现在就是你亲手为他疗伤 他也不放在心上 这不是好心 当成驴肝肺吗 行了 不要再背后一论 教中兄弟长短了好吗 我要是当那个教主啊 我非得把他拉出去 好好揍他一顿 怎么 想当教主了 我才不当那个教主 谁当那个教主 我还是当我的散人 当散人自在 周大哥 你要知道 当初名教分崩离析 就是以猜忌开始的 我们还是引以为戒吧 那周天都知道 还是教主你信仰大 能容人啊 你呀 活该当那个教主 那周大 是 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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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雨中练舞 您还要多多保重身体啊 我给您披上 不用了 区区风雨 伤害不了太师父 你们年轻人 修为欠家呀 容易受到 风邪的侵蚀 太师父 清书来了 你还记不记得 你小的时候 经常被你爹教训呢 你从小就性子直率 即便是长辈 若是你以为不对 也会毫不留情 直斥其非 虽然 你爹数番狠狠地教训你 要尊重长辈 但是 只要你心里不服 便不会取恼 我倒是很欣赏你这种 责善固执的性格 这一代弟子中 以你的悟性最高 将来弘扬本派武学 非你莫属啊 清书 清书不惨 他会有夫太师父期望 其实武学修为还是其次 做人处事最重要的是 端品力行 做个抚养无愧 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我武当立派数十年 所姓弟子 各个品行端正 没出一个白类 这是让太师父 最敢欣慰的 清书啊 我记得 你从小就喜欢跟太师父 在雨后到竹林里去 一边挖竹笋 一边听太师父讲道 现在太师父老了 这样的日子不会太多了 不如趁着今天 晝雨刚停 我们去竹林走一走好不好 面怀一下昔日的时光 你看如何呀 大师父别喝 这茶里有毒 大师父 清书错了 我不是人 我犯了大错 我不是人 太师父 你杀了我吗 太师父 你杀了我吗 清书 你犯了什么错误 坦白地说 清书 爱上了额眉派的周芷若 才会被陈永良利用 太师父 我一时 我一时失手 我捂杀了清书 他有血脂脂弱 要我用弥药 来毒害太师父 我对不起太师父 我对不起清书 我该死了 你的事 远乔已经向我禀报过了 师父 徒儿 徒儿教子无法 徒儿教子无法 才会养出这么一个 如此十恶不赦 天理难容的逆子 徒儿 会对师父 你 你 多可も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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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师父 你快滚 快滚 禁煞 珠珠 珠珠 衣服呢 我也不知道 我被他们抓到这里来 我就不知道义父的下落了 他们跌你穴道了 奇怪 怎么解不开啊 阁下便是明教的张教主了 邱大哥 不敢 在下擅闯该帮总舵 还请使帮主见谅 明教 近日是名声大振 是 如雷灌耳 不知我义父金毛世王现在在哪里 还请使帮主请他老人家出来相见 这 我们使帮主一番好意 请你义父来丐帮做客 供商大事 可你义父非但不领情 还出重手伤人 是我丐帮子弟死伤庶人 这笔账我们找谁来算 果然如此 但是周姑娘呢 为何要将她囚禁于此 这位周姑娘为峨眉派掌门 是天下政派的首脑人物 我丐帮邀请她来小酌一杯 何来囚禁之说 若她真是你的客人 为什么要点了她的穴道 张教主为何要前来血口喷人呢 这人人都亲眼目睹 是你张无忌飞身前来 欲加妃礼 一把将这周姑娘奴走 周姑娘挣扎不从 是你张无忌点了她的穴道 对 你胡说什么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观 好色之心人皆有之 可在这大庭广众之下 把张教主做出如此急色之事 是否太有失身份了呢 这么说了 你是不愿意告诉我 义父的行踪了是吗 张教主 当年跪教光明使杨骄 也曾奸杀过 峨眉女侠季晓芙 天下正道无不发指 难道今天你自视武功高强 也想上演同样一番龌龊勾当吗 放屁 你给我打扰 周姑娘倒是说句话呀 别让他再诬陷我们教主了 芝若 他是如何拐走你和义父的 你亲口说出来 好让他们不能抵烂 当时 我在房仲 我在 周姑娘 芝若 芝若 徒调魔教 为天下除害 徒调魔教 为天下除害 舅主 请贼请请王 抓住人 然后再避问住人 好 你照顾周姑娘 拜杀口朕 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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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勤我们 逃走 逃走 杀恶走 杀混蛋 谁敢信我 逃走 逃走 杀恶走 杀混蛋 谁敢信我 逃走 逃走 这位大侠 您来点什么 来 慢喝 慢喝 老板 我想请问一下 最近有没有见过 聚精帮的帮众 大侠有所不知啊 近些年 丐帮横行啊 近几日入侵此地 聚精帮跟丐帮杠上了 几经恶战之后 丐帮把聚精帮打得落花流水 夹为而逃啊 他们早已经离开本县了 那您最近可曾见过 有武当弟子出没 武当弟子 有啊 昨天好像就有一个武当的少侠 被该帮的人给带走了 可不知道是不是大侠找的 长什么模样 眉清目秀 彬彬有礼 哦 好像是姓宋 哎 这位大侠 您不吃点什么了 好 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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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也被抓进来了 我没有 我没有 那你怎么也在这儿 我 你宋师哥是想你想疯了 怎么样 我没誓言吧 终于让你见到你朝思暮想的朱姑娘了 纸若 纸若 我们走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纸若 您把他怎么了 纸若 放心 死不了 我只不过是给他下点麻药 让他走不得远 所以宋兄弟啊 你要是怜香惜玉 那就只一作伴 不宜带走 臣有料 快拿起药来 好啊 宋师哥 你 不一笔小神 宋兄弟过奖了 来人呢 宋师哥 你 你要干什么 帮我好好招呼招呼周掌门 你们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别动他 别动他 放开我 别动他 走开 宋师哥 走开 快放手 放开什么 纸若 你们继续牵手 放开 纸若 纸若 走开 你们离他远点 放开 纸若 宋师哥 你干什么 放开我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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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走开我 你 走开我 你 你 你 走开我 你们就这样对待 方主的贵客 滚出去 走走走走 走走 滚 走开我 趾若 你没事吧 你怎么回事 知王 你没事吧 宋兄弟果然是英雄救美 义无反顾 让人佩分 王八蛋 那今天咱们就先到这儿 我给你们二人留点时间 让你好好素一素你的相思之苦 告辞 宋师哥 宋师哥 你怎么样了 我没事 宋师哥 对不起 都是我血已不清 没能好好保护你 你没有必要说对不起 直弱 我的穴道解开了 宋师哥 刚才我误会你了 我以为你跟陈友亮是一求之贺 对不起 我向你赔罪 那倒不必 直弱 这些日子 你去了哪里 我找你找到好苦啊 多谢宋师哥关心 只若别来无恙 一切安好 只是一不小心受了丐帮人的奸计 才会被困于此 对不起 都怪我不好 他们抓你 完全是想利用你 来要挟我 利用我来要挟你 对 对 宋情书在哪儿 说 直弱 事到如今 我的心意 难道你真的不明白吗 承蒙宋师哥的错爱 直弱感激不尽 只是 我已经跟无忌哥哥定下了婚约 什么 直弱 你 你是俄眉派的掌门 你怎么能跟大魔头定下婚约呢 明教不是魔教 无忌哥哥也不是大魔头 你们都误会他了 他不是坏人 你被迷了心窍了直弱 那个大魔头诡计多端 学了一身的邪门功夫 他把赵敏那个妖女已经迷奸了直弱 无忌哥哥的人品 我比你更清楚 那个大魔头的所作所为庆竹难书 你怎么个妖女一样 鬼迷心跳了 心恶情愿的被你 别说了 宋师哥 你的心思好脏 不是我脏 是你笨 你嫁给谁都可以 就是不可以嫁给那个大魔头 宋师哥 你的厚爱 直弱无福消瘦 无忌哥哥是魔头也好 是淫贼也罢 我嫁定他了 只是天意 你忘了直弱吧 我不相信什么是天意 你只能嫁给我宋情书 你要干吗 会让那个大魔头玷污你的 宋师哥 你干吗 你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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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畜生 七叔 枉你身为武当弟子 竟然做出如此肮脏恶行 七叔 你听我说 是我不好 我一生糊涂 但我不是想玷污她 还敢救别 若不是我及时赶到 周姑娘恐怕会遭你毒手 你这卑鄙无耻的畜生 我今天必要清理门户 七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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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追 我去不见了 我今天想要给你 我说是 你这个是自己的 我说我 他是一个不见了 我说是一个不见了 我说你 我说是个不见了 我说是一个不见了 就说是一样不见了 我说这个是一个不见了 我说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出奇事滅族之事 你 你怎么对得起 你爹 你怎么对得起 你太虚伏啊 芷叔 不是这样的 芷叔 不是这样的 芷叔 芷儿真的不是有意的 不是你看到的那个样子 芷叔 芷叔 只有你哪一只 将此事报仇秘密 芷儿一定会过啊 芷儿 出生 你出生为改 芷叔 还想掩盖你自己的过错 芷叔 芷叔 我如果不起来门户 顾夕阳姐 怎么对得起你师父和师兄 芷叔 芷叔 哪 芷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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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 罪错了 七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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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来 走 走 来 老板 好久见 好久见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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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弟子参见帮主大驾 各位兄弟 今天本帮主有一事宣布 武当宋清叔宋少侠 愿意孝顺本帮 从今天起 宋兄弟 就是我帮兄弟了 真是 怎么能搞这种 各位兄弟 这位宋兄弟 是武当宋远桥大侠的公子 现在魔教教主张无忌 是宋兄弟的师弟 而宋兄弟和和梅新任掌门周芷若姑娘 青梅竹马 情投意合 又有婚约在审 如奈 张无忌那个无赖 偏偏有横刀夺爱 强行掳走了周姑娘 可张真人 和武当六侠又对张无忌偏爱有相 知其子 奸计得逞 让我们宋兄弟啊 受尽委屈 是痛心疾首 决定七案投名 投效本邦 一起对抗魔教 让我们除此祸患 好 好 这个没问题 好 这狗贼 真是胡说八道 宋兄弟 我现在 赞任你为六代弟子 归八代长老 陈有亮同帅 今后 你要服从本邦邦归 为我邦效力 有功者奖 有过者罚 多谢帮主 本邦在灵蛇岛抢夺屠龙刀一役之后 比与魔教杠上 折损了不少弟子 所以本邦与魔教 那是心仇就恨 势不两立 如今本邦多时之秋 所以恳请各位 上下一心 务必竭尽全力 对抗魔教 对 对 是 另外 咱们这位宋兄弟 也会协助咱们 掌握龙头大哥 到时候劳烦你也多配上 几副五毒失心伞 给宋兄弟带上武当衫 让他暗自下在武当诸侠 和张正人的饭菜里 那时咱们就偷偷地埋伏在山下 待得手之际 咱们便把张正人和武当诸侠 一往成勤 拿他们来要挟张无忌 张无忌必定会乖乖就范 好记 好记 好记啊 什么卑鄙 另外 我还有一则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今日咱们有弟子抓获了一名魔教主人 大家进来 走 滚下 朱老四 朱大哥 是朱大哥 你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阶下之囚 只要你能把明教在各路的实力 合盘拖出 他们必定会饶你性命 大丈夫 鼎天立地 绝我出卖兄弟的道理 要杀便杀 不会吐龙半字了 这位朱老四 是张无忌的心腹大将 咱们由他在手上做人质 张无忌必定投鼠忌器 你们休想 我们张教主才是大英雄 他已拯救苍生为己任 哪能受你们这帮无耻之徒的要挟 大英雄是什么 我们明教在张教主的带领下 万众以心 不久便会把元氏诛出中原 再看看你们一决乌合之众 只会残杀老百姓 还妄想跟我们明教对抗 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你就尽管胡说八道吧 那我问你 你心中万众敬仰的大英雄 张无忌怎么还不来救你呢 摩教中早有盛传 张无忌远赴海外 杳无音讯 现在已经失去消息多日 恐怕他早就已经横死 葬身大海了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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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教主武功盖世 无忍能敌 张无忌那小子武功确实不错 不过我听闻早年间 有人给他算过命 说他生就一副短命横死之相 如今看来 怕是已经应验了 张无忌在此 谁敢咒我短命横死啊 赵敏 张无忌好端端地活着 我看他还要再活八十年 你为什么要诅咒他 你到底是谁 他不是什么张无忌 他是汝阳王的女儿赵敏 这不是大云的郡主架头吗 这份厚礼我岂能不收 给我拉下 不是一天剑 他的一天剑呢 只要一处一天剑 便可销断对方的兵器 随时脱身 我要不要救他 我要不要救他 走 走 走 赵无忌 你干什么 我要替我表妹报仇 我要替我表妹报仇 你发什么疯张无忌 我哪里又惹你张大教主生气了 放开我 放开我 张无忌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 你要偷一天剑和屠龙刀 我不怪你 你把我们抛弃在荒岛上 我也不怪你 等我表妹重伤未欲 你竟狠心下次毒手 像你这么阴险恶毒的女子 真是天下双剑 是谁说我偷了一天剑和屠龙刀 是谁说我对姨姑娘下了毒手 您让她来跟我对治 竹儿童已经死了